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朋友在台湾住过哪些旅馆 不过如果要问一个问题 请教您在台湾最大的旅馆的连锁企业是哪一家 我想这个问题恐怕把很多的观众都问到了 那么答案是什么 答案就是救国团的活动中心 救国团活动中心在全台湾有13个 很重要的活动中心的服务点 而且这么多年来都服务了很多的住宿的朋友们 那么今天在节目中要跟各位来谈一下 救国团活动中心这些年来 究竟有哪些形象翻新的地方 我们在为各位邀请到许多的贵宾之前 先请各位看一段VCR 我们来了解一下救国团的活动中心 有些什么样的改变 在台湾各大观光景点 一定都会有救国团的青年活动中心 因为新界年代很早 通常都占尽了台湾景年的最佳视野 不过随着时代进步 活动中心的硬体都比较老旧 然而近年来救国团为了重新擦亮招牌 积极翻修各地的活动中心软硬体设施 服务对象也不再仅限于青年朋友 更针对银法族 退休人士或公司航号等一般大众 也是救国团积极争取的目标 救国团旗下13家青年活动中心 最近通过ISO 9001的认证 成为亚洲第一个通过国际认证的青年旅馆系统 品质受到保障能让旅客住得更安心 欢迎回来 刚刚我们在VCR已经看到救国团新任的 应该说不是那么新任 现任的团主任 就是周一恒教授周一恒主任 他讲到一个很重要的一句话 就是品质是最重要的承诺 所以救国团的活动中心 已经现在跟过去是不一样了 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就为您邀请到几位贵宾 跟大家一起来谈一下究竟这个救国团的活动中心 跟坊间的大饭店民宿有些什么样的不同 那么在座各位都是非常资深 我为各位介绍在座在我左手边 第一位为各位介绍是救国团的复兴青年活动中心的总干事 张良毅张总干事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第二位要为各位介绍救国团的好朋友 那么他也是国际青年之家的秘书长黄雅治 黄秘书长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第三位要为各位来介绍的是救国团的 建坛活动中心的协理 潘忠志潘协理你好 主持人好各位观众大家好 好那我们今天呢 首先要谈一个比较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刚刚一再提到 救国团是全台湾最大旅馆的连锁业 那这句话刚开始的时候 我是听你们的主任讲了 我一开始转不过来说 救国团怎么会是这么 做一个这么大一个旅馆事业 那后来发现果然是 13个应该算是不小 那么请问一下张总干事 你要不要谈一下 就是作为一个这么大旅馆的连锁 就好像我们说7-11也好 全家便利商店也好 这么大连锁 它有很多的方便跟优势 要不跟我们分享一下 那我想我们普通中心 因为提供的量很大 所以我们必须在管理的部分 还有教育训练的部分 我想我们有我们的优势 甚至于将包括我们很多的采购上 都必须要有整体性的统一的采购 我想这样子可以降低很多的成本 甚至于我们的活动中心 在于全省各地 它有不同的节令 都有推出不同的一些 它们的特色 所以也可以互相弥补 我们其他活动中心淡季的时候 我想从北到南 甚至于到金门澎湖都有我们的据点 也提供我们目前的旅游的一个非常好的市场 有道理 刚刚我们的总干事特别提到了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说 因为是连锁可以联合采购 第二个就是说在淡忘季可以互相通用 有的地方赚钱 有的地方可能稍微没有赚钱 那可以互相 我还想到一点 是不是在人员的调动上 是不是也比较便利 请教一下张总干事 你自己曾经被 可能也是很多地方可以轮掉 不会永远死守一个地方 是 因为我最早是在都会行的 就是我们的建坛青年活动中心服务 我那时候也担任过我们的业务部的协力 所以我对于海外青年的服务工作 也有非常好的经验 建坛呆过建坛 大部分都是接待海外青年 还有国际的一些旅游 我想在半年前我在国家公园 就是泰鲁阁国家公园 天翔里面 对 天翔活动中心 我曾经在那边待过三年 我也服务过很多 我们背包组跟国际的一些旅游 那甚至于也有很多的家庭度假旅游 那还去过哪里 那目前是在复兴纪念活动中心 所以复兴天翔跟建坛都服务过 那问一下那个中志 我们的协力 你呢 你服务过哪些地方 我之前在台湾最小的县 就是在澎湖县服务过 澎湖也有 对 澎湖我们有个澎湖清廉活动中心 一个活动中心是汉堡的教授 他设计盖的一个建筑物 非常非常漂亮 在澎湖湾旁边 就像我们常讲外博澎湾旁边 然后后来又回到台北来 台北 台北有带过这个 也到建坛那边来服务 大概将近大概四年的时间这样子 所以黄敏书你有没有发现 他们这些在不同的地方服务的 可以游山玩水 好棒哦 在每个地方都可以 像天翔多美啊 澎湖也很棒 那听说你也去过很多地方住宿 要不要讲一讲 对我想这个 旧国团清廉活动中心 在所有台湾人的心目中 是伴随着我们长大的最好的朋友 大家从国小录影 同军团 然后一直到长大联谊 甚至出了社会的一些职业训练 我们的生活中有太多太多我们旧国团带给我们很多丰富人生的一个回忆 那所以像以我来说 我从小到大 我这个第一次参加录影 第一次被大哥大姐姐参加如拉拉的活动给带领 那一直到现在 我在清廉之家协会服务 我们旧国团呢 这个全台湾13个活动中心 北中南东来讲 都走过 全台湾都走过了 哇不得了 不论是都会行的 或者是比较像是风景深区的 我想每一间的活动中心 你要不要讲一个你自己印象最深刻的 好那我要讲我们天翔活动中心 因为在三年前来到我们天翔活动中心 是我们这个张总干事在那边服务 对当然我们活动中心的亲切 我们张总所带领的团队 还有这个服务 让我们都觉得很感动 那边的好山好水 好风光还有好热情 都让我们觉得很感动 太好了 那我印象中最 好像最深的应该是在那个 墾丁的 墾丁那个完全是中国式的 唐寺建筑 米兰式建筑 米兰式建筑 非常棒 那你讲的天翔我也去过 我想我们的观众朋友 一定也去过很多的 旧团的活动中心 大概每一个人都会有 自己的一些想法 究竟哪里最好玩 那么等一下我们来请导播 给大家看一下 这个旧团的地图 可以看到这个 总共有13个活动中心 台湾本岛跟外岛 金门马祖都有活动中心 各位可以来回忆一下 您曾经去过多少个 那么看看我们中间 有没有好像我们的 黄秘书长一样 已经去过13个活动中心 太精彩了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回来继续讨论 欢迎再回来 我们刚刚谈到说 旧团团作为一个全台湾 唯一的可以说最大的连锁的旅游业 旅行旅馆业 可以说是很有特色 那么刚刚提到他们的特色 就是说可以联合采购 人员可以调动 然后有很多方面的规定可以统一 那么服务也是非常非常的一致 甚至我印象很深刻 就是吃的东西也很接近 早餐吃什么 中午吃什么 那特别我印象深刻 就是它的饮食方面 真的做得蛮好 那我首先要请教一下我们中间这个特别是从国际青年之家的秘书长雅致 要不要跟我们分享一下 就是说这个旧国团你个人觉得跟其他不管是民宿或者是大旅馆 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 以我一个这个驻变全台湾13个活动中心的一个背包客旅员来说 我认为全我们台湾救国团的活动中心的餐饮的部分 还包括住宿跟一般的国际饭店 还有一般的民宿最大的不同 在住宿环境跟餐饮上面就是多了非常多浓浓的人情味 就是说住宿应该是说场地 那第二个就是说餐饮 第三个是人情味就是服务 是是是 你说说看 在这个住宿环境上面 大家可以发现在很多的一些即使是很豪华的这个饭店里面 你很少能够跟人之间的一个接触 而在我们救国团里面 你可以很轻易的跟所有柜台人员 或跟我们总干事 或是跟所有当地居民成为很好的朋友 还可以在我们救国团里面跟所有来自四面八方 一起住在救国团活动中心的 成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朋友 所以它是一个交友的平台 那它在第二个在餐饮上面 跟一般的饭店比较不一样 我觉得吃起来更有当地local的一些新鲜 那这个因为我们很多活动中心 它都使用当地的 比如说像是我们复兴活动中心 哇它这个菜都是这个山上最新鲜的菜 山菜 山菜对 所以是很有当地特色的一个餐饮文化 那第三个在人情味上面 我想大家住过救国团活动中心的人 这个我们的经验分享就是说 我们特别多的人情味都来自我们活动中心 那你住过一次就会觉得 我一辈子都要跟他成为好朋友 没错 刚刚我们的雅致秘书提到 就是说好像你在救国团的活动中心 几乎跟每一个人都可以攀谈 旅客跟旅客之间也可以聊天 然后跟他们的服务人员也可以聊天 而且每一个人都很建谈耶 对 蛮厉害 就是我说的不是你们建谈 是很能讲话很能聊天 不晓得我们的这个协力有没有感觉到 对我想我们救国团的活动中心的特色 跟一般的饭店或民宿不一样的地方 我想第一个在说 它都是在环境非常地清新 像我们建谈 我常常讲说我们建谈活动中心是 都会丛林里面的这个城市绿洲 因为台北的饭店 你很少能够找到那么大一片绿地 还有很多的这个一些树木 那这个环境是我们活动中心 一个很大的一个特色 跟一个差异化的地方 那第二个就是我们的设施 你可以发现我们活动中心 其实跟一般的饭店不一样 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一些 我们会有比较多的团体房 比如说四人房六人房 那这个就刚刚就像亚智秘书厂所讲的 就是你可以在感觉到那种浓浓的能情味 而且我们四人房六人房 最近几年都有做翻新 所以说基本上一人一床 或者是胃肝尸分离等等 这些都是可以让你住起来 不会这么的 这么的这个感觉这么的拥挤 或者是说这个惯性不方便 那第三个特色就是平价的部分 我们的价钱都非常的平实 非常的实在 我想这是我们活动中心 跟别的旅馆或饭店 不太一样的地方的特色 好 谢谢 刚刚我们的潘姐姐 她特别替建台活动中心拉票 那我来问一问 就是说刚刚提到两点 一个重点就是景嘛 就好像各个活动中心 其实风景都很优美 那么这是一般的大饭店比不上的 因为那么美的风景的地方 大概不是以建筑取胜 而是以这个风景取胜 等一下我们再来好好讨论 不过我想请教一下 刚刚你讲平价 我不太相信 因为建台活动中心 我觉得每次 我本来想要订 我都不敢订 你知道为什么 因为台北市这么好的地方 圆山饭店的旁边不远 怎么订得到 第一我都怀疑订不到旅馆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就是价钱 在台北寸土寸鸡的地方 有那么大一片绿地的地方 价钱一定是很贵的 你刚刚说平价 我一定有怀疑 要不要说明一下 就是说第一个好不好订 第二个价钱如何 OK 我跟主持人回答一下 就是说我想我们活动中心 其实大部分主要是 以团体为优先 我们团体如果说有多的空间 我们会在比较近的时间 再放给我们一般的散客来订 了解 但是尤其是有些比较热门的时段 可能会比较不好订 这个我相信 但是我想我们的定位中心的小姐 大概都会很亲切来 为各位来服务 那第二个价钱的部分 对没有错 以前活动中心 其实现在这个点 看起来是交通非常便利 而且环境非常好 那刚好游在远山办店旁边 还有建台捷运站 离市应该是又很近 那其实这是很多中南部的一些好朋友 他们很愿意到这边来住宿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那其实我们价格也非常的亲切 我们两轮房大概一个人平均不到大概1000块左右 还有付早餐 这么便宜啊 那是六人房一个人大概都1000块以下 而且都是套房 台北市哪里可以找得到这么便宜的房子啊 对所以我说我们六人房叫三代同堂房 就是我们现在在推家庭旅游 我们六人房可以爸爸妈妈带着爷爷奶奶 跟这个小朋友去在住一个房间里面 可以和乐融融 我们这样三代同堂房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旅行的方式 哇谢谢我们的协力给我们放了一些心 就是说一个人大约1000块钱就可以在那边过一夜 还有付早餐 还有早餐 那您刚刚提到就是说我看起来 我这样归纳一下 第一个就是比较服务国外的旅客多一点 第二个就是中南部的旅客多一点 是这样吗 对我们活动中心当初我们成立的这个宗旨啊 就是要服务这个国际青年 那现在很多因为交通方便 所以说很多中南部的人要上来 不管是探亲或者是洽工 或者是旅游 其实我们这个点因为离捷御很近 所以非常方便 好了我懂了啦 反正还是很难订啦 就是散客就团体好订 但是散客难订 这是大家知道的 不过就算没订 也可以去参观对不对 旅游参观一下 好我们现在回来问一下这个复兴 刚刚我们的这个雅致的秘书长 特别提到一点就是说 你们那个地方有很多的山产风味餐 你要介绍一下这个复兴 这个青年活动中有些好吃的东西 其实复兴活动中心这个地方 它四季都有不同的山产 包括香菇是一年四季都有 那一到四月份有绿竹笋 另外还有水蜜桃 我想我们也都有像山药 跟水蜜桃的这方面的特色餐 像我们目前推出最有名的就是 马告养生火锅 马告就是珊瑚礁就是原住民的 他们的风味餐 另外我们有特别的提出山药牛奶 或者是南瓜牛奶跟水蜜桃 还有田氏有做我们的餐 另外还有泰亚族的竹筒饭 口水要流出来了 是是是 其实复兴活动中心跟其他中心不太一样 我有一个霞云探索基地 我想以前我们很多都有穿过迷彩服 其实复兴活动中现在目前 还有山讯的设施 还有攀岩的这些场地 另外也有一些探索方面的场地 还有塑西的活动 我想等等都是我们的特色 太厉害 我们复兴的总干事 不只是叫人家某一季去玩 一年四季都要去玩 因为吃不同的东西 这个比建坛厉害太多了 来我想再请教一下 问一下我们有关我们的青年之家 国际青年之家问一下 就是说目前我知道就是 救国团的这些三个活动中心 是亚洲唯一一个 或是第一个 第一个 得到ISO的认证 我们要不要请这个 秘书要跟我们讲一下 好 这个随着时间潮流不断往前走 我相信这个大家都可以看得见 我们救国团活动中心 全台湾13个活动中心 在去年 这个在去年7月份 一束全部通过这个ISO的认证 那这个代表什么呢 对我们台湾跟对国际呢 有什么样子的影响呢 在对台湾来讲 就是我们的活动中心 在软硬体设施设备上面 有更多的提升 那在服务上面的品质 也可以给大家更一个 更满意的一个quality 然后在这个对台湾来讲 提供一个更舒适更满意的一个专业的服务 而在台湾呢 更是代表台湾 张开双手 然后迎接更多的国际的友人 来我们台湾 在我们台湾创造更多感动的旅行故事 就是在我们救国团里面 这是我们这个通过ISO认证 救国团给大家台湾跟这个国际 带来最重大的意义 所以有关通过ISO的认证 我有两个问题 请教一下我们的秘书长 第一个就是说 听说了ISO要通得过 一定要写的说的做的都要一致 要有一个SOP 你要不要跟我们说明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也请你帮我们说明一下 就是说 为什么其他旅馆他们不要申请ISO 好像就只有我们马上就跑到第一名 这是什么原因 是 随着这个时间的潮流 我们救国团是走在时代的尖端 在去年的7月份 全台湾北中南东13个活动中心 都一次的这个全数通过 申请ISO的这个认证 那大家知道这个ISO认证的 这个国际总部是在瑞士日内瓦 在这个Geneva 那它所这个代表的意义就是 我们救国团活动中心 要与国际接轨 希望说透过这个ISO申请的过程 那我们的这个OH的这个 救国团活动的这个 活动中心的旅书系统 都能够更国际接轨 然后提供更专业 更国际化的一个旅游服务 品质 了解 所以它这边就牵涉到 是说你有通过ISO 你的品质各方面 都能够达到某一个标准嘛 那大家来住的时候 就可以放心了 那我顺便问一下 秘书长就说 究竟你们这个国际 青年之家 跟救国团到底是哪一个 是什么 好像有点伙伴关系 要不要说明一下 是我们是最佳的partner 是我们是最好的一个伙伴关系 那这个YH国际青年旅设系统呢 它在这个全世界已经一百年了 然后它的总部是在这个英国的伦敦 然后这个国际YH青年旅设系统 在全世界有4千多家的YH 在提供国内外这个 被包客 被包客 一起来住宿 那我们台湾的救国团 是在这个5年前 第一个这个站起来 然后这个加入YH 13个都加入 对对对对 最大的一个体系旅游系统 那它加入代表了什么样的意义呢 这个对台湾人来讲 提供一个更这个平价住宿 然后一个舒适安全的一个住宿环境 那对这个台湾国际来讲 就代表台湾 张开双手 欢迎更多的国际有人来台湾 住宿我们台湾 最棒的一个平价住宿系统 对 太好了 这个要真正能够通过ISO 9001的认证 是非常非常不容易的事 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回来 我们好好来问一下 我们的总干事们 究竟是怎么样的一种检查 才终于可以通得过 因为13个都通过是不容易 我们进一下广告休息一下 欢迎再回到情报现场 我们这一节呢 增加了一位贵宾 来到我们的中间 跟各位来介绍 来自日月坛 日月坛的活动中心 跟各位来介绍日月坛活动中 李志伟专案经理 志伟你好 主持人好 各位观众大家好 你看这个很有救国团的精神 讲起打起招呼来很有活力 那我们刚刚在谈话中间 这个漏谈的日月坛 待会我们要好好来谈谈日月坛 不过我们先回来问一个问题 就是说 在前一段节目中 我们谈到说 救国团整个的 各个活动中心 13个活动中心 是在亚洲 第一个通过ISO 9001的认证 那我们都知道 通过ISO是一个很困难 因为他们有一大堆的 一大堆的工作要做 那很多的检查的细项 那么其中最主要的一个精神 就是说写的 说的做的都要一字 那我们就先请教一下 我们的总盖师 先请一下张总盖师 就说在ISO到你们中心去 检查的时候 去那时候你还在添翔吗 你要不要说一说 这个检查了些什么东西 其实服务业要参加ISO认证 项目是很多的 包括从柜台的接待 还有我们一切的一些流程 包括我们的整个文书作业的部分 那另外还有的话就是 到我们的餐厅的内部管理 跟我们的整个的 那个采购的流程 还有我们仓储的管理等等 甚至于我们的整房的房屋 他们要按照我们的标准 作业流程 就是要让我们的动作 都能够一致符合我们的 平常训练的标准 当然这要透过我们的 内外部的审查 跟随时的集合 除了要建立一些表单之外 那本身也要就是写的跟说的 跟做的是要一致 我想通过ISO的认证 我们自己每个月都有 做一些内部的集合 当然我们的认证单位 也会半年或四十 会来给我们做检查 所以我们随时都是要保持 最佳的状况 所以他们那时候去检查的时候 你有没有印象 可不可以跟我们讲一点那时候的状况 非常严格 因为其实我们像餐厅有时候有一些流程 如果要按照整个采购的流程来讲的话 因为我们整个山上的整个运送的时间 跟还有我们厂商送货的 可能跟一般的在大都市可能不太一样 那中间必须要去做很严格的控管 要不然的话就没有办法符合ISO的精神 比如说新鲜度是不是 对 新鲜度 还有我们从冷冻柜拿出来的整个温度的控管 冷藏冷冻柜温度的控管 这么细 对 另外还有一些所谓的就是干货的部分 我们必须都要建立一些库存的档 档之类的等等的 那除了各部门都要动起来之外 不是只有我们管理干部要动起来 几乎所有的部门同仁都要动起来 好 那我也来问一下日月坛 这个ISO的人去了会不会很紧张啊 其实算蛮紧张的 有点像是考试了 考试 怎么考试 来讲讲看 他是说把我们平常在做的一些作业 他必须要文字叙述化 把整个做一个SOP工作的流程 那其实我们常常可能在说 知难行义 知难行义 常常我们知道怎么样做 可是很难去用文字去把它表述出来 那比如说以柜台接待 当我们柜台同仁接到一通 我们旅友的订单的时候 他要来订房 那我们后续要做什么样的处理 平常我们可能就是 那我们就是帮他登记 登记完之后归档 归档之后就完成了 那可是在ISO的精神来讲 我们的表格怎么设计 我们的后续的流程 那如果他当天订房有房间 那我们需要做什么订单的联系 或是订金的联系 等等的后续的一系列的处理 都必须要在 就是在我们的标准作业书上面 要呈现出来 所以这个文字化的过程当中 其实是非常困难的 所以以前都是好像就做就做了嘛 是的 那现在不是 现在要照表操课 是的 是怎么样就是怎么样 对对对 那不能够你急性似的 要做这个就做 不做就不做 是的 反而我们就是按照我们的标准作业流程 当在建制这个标准作业流程 是比较困难 可是当建制完成之后 其实发现我们的同仁在操作的过程 其实就是按照我们的这个SOP的流程来做 其实反而轻松很多了 没错 其实说不定反而更标准化了 一致的话 那我想这个对ISO最了解 就是我们的潘协理 这个我们今天台的潘协理 你要不跟我们讲一下 就是说在整个ISO推动的精神 以及你怎么配合 OK 我想当初我们旧团的周主恩 要求我们各个活动中心 要来推动ISO的国际认证 其实大家都有点困扰 但是后来发现 主恩这样的一个做法跟想法是对的 那其实旧团本身在台湾已经有一阵子了 所以说事实上我们一些作业流程 都有一定的规范或一定的组织 那么但是13个活动中心 怎么样把它做一个整合 不应该说北部跟中部 或者是这个山上跟海边的活动中心 的服务有差异化 那我们就是在这方面的一些统整方面 我们其实花很多时间 那么就像陈如主持人刚才所讲的 要缩写座要能够合一 缩写座要能够合一 然后我们要先把一些这个 而且ISO很重视的是记录 我们要有很多会议或很多改善要记录 第二个重点就是要改善 而且是不断的改善 品质是因为碰到客人的需求 或碰到客人一些问题 我们要随时做一些 不断的修正跟改善 我想这是ISO一个很重要的部分 那我们就好像在这个 拿到认证以后 我想我们在这部分的 这个品质的维持啊 已经学到一个know how 这个是一个对我们讲的 这个很重要的意义 好潘协理我问一个 比较敏感的问题 就是说在整个ISO的认证的过程中间 你们觉得最被要求改善的是什么 其实我觉得ISO它很重视的 就是对服务业 它是服务业的一个ISO认证 所以它对客人的一个服务 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我举个例子来讲好了 就是我们建坛这边 它对我们提出一个建议是说 针对客人提出的一些意见或问题啊 我们有没有确实的去做回复 或做执行 或者是做给他们一个满意的答复的动作 连这个很细微的部分啊 他们都希望说我们能够把它做好 那所以说这个 这个是我觉得我们的ISO 对我们活动中心啊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提示跟提醒这样子 就是对客人的服务要追踪 追踪 然后一定要把它做到满意为止 对 那在这个过程 过去你们不是也是这样的一个观念吗 过去是这个观念 但是没有把它制度化 或把它文字化或者是表单化 那ISO一个很重要 不是只有上层的管理者 他知道要让所有的执行者 包括我们基层的服务人员 的观念都要一致 那这个观念一致的这个过程里面 其实要透过很多的努力的一些功夫 去做一个沟通 部门里面的沟通 还有整个团队的沟通 这个是很重要的 其实我觉得在不同的行业 或不同的产业 这个都是非常非常重要的部分 这是我们ISO 那我问一下学历 就是说假如有其他旅馆链锁 他们也想要 这个申请ISO 9001的认证的话 你对他们有没有什么建议 其实这个ISO 9001 它是一个 把一个作业流程标准化 然后最重要的是 我觉得很重要的一个观念 或者很重要的一个想法 一个概念 就是要有个自我学习 组织要能够自我学习 个人要能够自我学习 不断地改善改造 那这样子才是ISO真正的 它的意义 那其实很多的 我想很多服务业这方面 我们都很建议 应该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 推动跟一个改革 所以要注意什么 要注意 自己内部要先训练好是 对 其实也 对 就是自己内部先做好 自己的这个建制 就好像就是要自我了解 自我了解以后 我们能够做多少 我们能够做多好 那我们给客人的承诺 跟我们实现的诺言 要能够落差不要太大 正常这个是服务业 一个很重要的概念 好 所以刚刚各位观众 已经听到 我们这个旧国团 不管从建坛也好 瑞坛也好 或是复兴中心也好 他们都分别 都通过了ISO 9001 服务业的认证 那么这个通过认证 大家去那边旅行的时候 可以有完全的放心跟把握 因为他们不敢随便违反 如果违反的话 这个认证就会拿掉 换言之呢 他们是照表操客 每个地方的服务品 一定要统一一样 而且要不断地改进 如果有错误的话 还要继续地增强 所以各位如果有什么客户 要投诉 欢迎大家多多投诉 好 我们休息一下 稍后再回来 欢迎再回到警报现场 我们刚刚呢 谈谈很多就是旧国团是 全台湾最大的旅设的 旅馆的连锁业 这是第一 第二 那么旧国团是13个活动中心 其实都已经通过了 ISO 9001的认证 不过呢 事实上很多的游客们 或者是观众们 可能你对旧国团印象 还停留在过去 专门给这个学生 去做毕业旅行的一个 学生住宿级的 我记得我们从年轻的时候 就住旧国团嘛 所以感觉到那边是大通铺 比较简陋 然后比较历史悠久一点 不过据我了解 因为这些年来 我有去旧国团的 一些中心住宿 我就发现改变了 那么硬体在改变 那么环境在改变 所以我现在要请教一下 我们先请教一下 张总盖师 我知道这个复兴中心最近 刚刚完成整修 而且听说 前副总统吕秀莲 刚刚才去那边住过 来说说看五星级的吗 对 我想现在 旧国团的复兴进展活动中心 它服务各式各样的团体 不仅是只有学生 我想我们也都有 企业的团体来研修 我们也提供家庭度假旅游 所以我们最近才改装 三间VIP总统套房 形容一下吧 形容一下 它是面对于我们西口台地 整个石门水库的集水区 整个view很好 本身的view非常的好 再加上我们那个地方 空气非常的新鲜 而且旁边都有百年的榕树 所以是一个景观非常好的地方 而且我们的水值也很好 那你们整修了什么呢 除了我们内部的设施之外 我们的一些硬体的设备 还有我们全区都可以上网 都可以无线上网 那我想我们的不管是寝具 也都做了一些更新 甚至于我们整个的一些 我们的卫浴的设备也都有浴缸 都有浴缸 那你这个VIP房有几瓶啊 对不起啊 我们现在都留情问几瓶 VIP房有将近18瓶左右 18瓶啊 还蛮大的 一个家庭都可以住的进去 对 我们有两人房有四人房 就是两张大床 等一下问一下价格多少 价格是六千块一个晚上 但是我们平常都有在打折的优惠 太好了 所以我们的观众朋友 赶快去尝鲜 因为这个复兴活动中心 刚刚落成三个VIP房 连我们的旅副总统 都有去住过嘛 是不是 所以这个朋友们 如果有兴趣的话 赶快去预订 我看这假日 大概是很难订得到 不会 对 我想我们旅展都有推M型套卷 我们也欢迎持有M型套卷的旅友 可以来尝鲜 我们会把房间做一个升等 太好了 那我下面也要问一下日月潭 那么日月潭有两个新闻点 第一个就是日月潭的缆车 那么最近通车了 那么好像日月潭的青年活动中心 有地利之变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要问说 日月潭听说也要在整修 也要比照做VIP 是不是这样 来 我们请志伟给我们讲一下 好主持人 各位观众 今天我们日月潭缆车 是我们去年98年12月底 开始正式通车营运 那其实日月潭缆车 其实就在我们活动中心的门口 步行5分钟就可以到了 那现在日月潭的交通 其实算是非常的方便 不管是从北从南经过国道3号 那现在从去年开始通车的国道6号 所以从台中市区进到我们日月潭 其实车程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 基本上就可以到抵达我们的日月潭中心 日月潭区搭乘 不管是搭乘缆车 或是其他的一些步道的景点 那至于缆车啊 那其实是这一个月来 开始以来是最夯的一个景点啊 欢迎大家有空有机会的 可以到我们活动中心走走 顺便一样搭乘一下 就是现在最流行最夯的一个缆车 保览从陆海空三个一个层面来 欣赏我们整个日月潭的一个景色啊 嗯哼 好那我问一下志伟 你刚刚说欢迎大家去搭缆车 你凭良心说老实讲 说这段时间缆车通车 是不是很急 从现在开始 从日月潭缆车开通以来啊 其实算每天的人潮都是非常的多啊 嗯哼 所以其实建议各位观众朋友啊 其实可以利用平常的周间 周间平日的时候啊 前来搭乘啊 相信是一个比较好 比较方便的一个选择 那我们日月潭活动中心啊 也可以提供您这样的一个服务咨询 因为呢 我们就在日月潭缆车站的正对面 走路五分钟就可以到了喔 其实是非常的方便啊 那刚刚主持人又提到的啊 我们的硬体设施啊 其实 就各位观众朋友的既有印象 可能都是上下铺啊 可能是大通铺等等啊 其实我们也 日月潭中心啊 也在今年啊 四月份 即将要做一个整体的一个整修 像我们现在住宿大楼的五十间的房间啊 原本都是两张大床的家庭式房间 那可能在遇到商务型啊 或是一些会议团体的时候 哎 两张大床似乎上好像有一点拥挤 所以呢 我们在今年度即将要改的是 四张小床 符合一个人一张床 一个人一张床 不会避免到 比如说男生男生之间睡在一起的一个尴尬性 所以呢 让我们的房型更具商务性的一个调整啊 让符合更多 不管是家庭旅游 或者是一些会议团体啊 其实都可以适合的 所以志伟刚刚提到就是说 第一个提醒观众朋友 如果你要去搭缆车的话 虽然可以住在日月潭活动中心啊 不过呢最好是平时比较好一点 是的 那即使是不要说搭缆车 就算是住宿 我看你们周末也都是很满 会不会这样 要早点订对不对 要早点订 现在都要提早订 因为太行了 大概提早多久 可能要两到三个月之前哦 OK好 所有的观众朋友 您现在可以开始订 可能是年中或是年底的 反正就是越早订越好 那么这样的话 可以保证你会有一个 比较有品质的旅游 不过真的日月潭实在是很美 我们请志伟再跟我们说明一下 因为我前一阵 也刚去过日月潭 我发现你们那边有好多的小木屋 那么在半山上 好美 好像欧洲的那种房子 那那种房型是不是也很难订啊 其实不会耶 像我们其实整个日月潭区 其实就我们活动中心 其实拥有可以非常大的一个庭园 我们总共有9公顷 所以呢 其实除了我们一般的 像一般饭店 大概就是以大楼式的结构 一个房间一个房间 那我们在潭区呢 仅有的也有一种独栋的小木屋 那小木屋的话它的格局啊 就非常的典雅 那就身处在我们的庭园当中 其实一开门 就可以整个欣赏到整个日月潭的一个 湖光山色啊 其实都是非常的美丽 非常特别的 那那边可以有厨房吗 没有厨房耶 只能住 只能住宿的提供服务这样子 是的 总而言之呢 日月潭自从有缆车以后啊 已经身价大为不同 你们有没有涨价没有吧 没有没有没有 好那非常谢谢 那我现在回来问一下我们的复兴中心 是 那么在这些年来 就是复兴中心 大部分好像是接待 学生会比较多吗 还是说家庭课越来越多 其实以前复兴中心是属于 桃圆县旧国团管的一个叫复兴山庄 所以往年桃圆地区所有的高中 职校的一些民族法治教育 跟公民训练都在这个地方办理 那近年来我们也把触角 已经提供给企业团体来做研修 因为我有一个很好的一个 探索教育基地 那旧国团在十年前已经探索教育 我想对企业的帮助 他们内训的帮助非常重要 尤其是团队的建立 那另外还有很多直销公司 那你们有教练吗 有我们自己也有培养专任的讲师 包括我跟我们的协力都是我们的 他讲师跟我们的训练员 协力要不要讲一下 你们做些什么样的教育训练 我想我们旧国团最近这几年推动一个 叫探索教育体验式学习的一个活动 那这个活动它是透过 我想透过团队的学习 然后我们相信一个事实就是说 如果说你有做过的话 你会比你听到的 会记忆会更深刻一点 所以说我们强调体验式的一个方式 那结果团它又融合一点 这个活泼的团康的气氛 所以可以在一般的企业 它可以很快的融入 打破彼此的隔阂 然后很快进入一个team building 就是团队建立的一个状态 那做完团队建立以后 我们可能很多一些专案 譬如说怎么样学习沟通 怎么样做信任 怎么样问题解决 怎么样去执行一件事情 学习如何去学习 学习如何去合作 学习如何去沟通 这是我想我们这个很重要的一个 体验式学习的一个精神 那还可以透过我们活动中心 一些户外的一些设施跟景观 然后在一个大自然的环境里面 来做这样子一个人我之间的学习 所以我觉得很重要的就是说 我们要学习人与自我的一个对话 还有一个就是学习人与自然之间的一个互动 再一个是学习人与社会之间的一个交流 这是我们现在在态度上面 或在我们的观念上面 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启发 所以看起来就是各位观众 你现在听到了 就是说这个救国团活动中 跟一般的旅馆有一个最大的不同 它不是只有提供一个硬体 让你来睡觉跟住宿 它也牵涉到第一个它会提供你 这个一些体能的训练的地方 像复兴有复兴的训练 对我们有量身定做 有帮特别不同的团体 量身定做 规划不同的活动 就是说你的身体可以得到活动 还有呢你的脑筋智慧也会得到 也就是说你们连课程也会提供 是是 要加钱吗对不对 不需要 不需要 课程的部分 课程的部分我想有操作到我们的设施的部分 我们的费用是收得非常便宜的 我们也有提供会议的场所等等 所以一般的旅馆就是提供你硬体嘛 不会有机会说还给你上课 还有讲师 还要教你怎么样企业在那边 可以训练团队跟沟通 这些都是非常特别有特色的 救货团的经营的模式 那么我们休息一下稍后再回来 其实大家都很关心 到底救货团是一个什么样的团 它是公益团体吗 它是政府组织吗 到底是什么东西 我们进一下广告稍后来 欢迎再回来 我们今天的节目 跟各位观众朋友谈讨的 就是一个全台湾最大旅馆连锁的中心 就是救货团的活动中心 在全台湾有13个中心 那么我们刚刚有特别提到说 到底救货团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那么看起来有点像政府组织 又有点像公益团体 又有点像企业组织 我们请张老师跟我们说明一下 到底救货团是什么 好像有点转变 过去跟现在 我想救货团是有相当的历史 因为民国41年成立的时候 它属于国防部的总政治组织 我们属于政府的组织 但是我们经过几年的转型 尤其是78年 我们的人团法成立以后 我们是一个社会公益团体 我们是教育性 公益性跟服务性的一个团体 我们除了提供我们的一些 张老师的一些服务之外 我们也是最早的一个志工组织 我们有最完整的一群全省的志工 分布在我们全省的各县市 我们也做社会教育的研习活动 当然我们早期更是有13个活动中心 提供我们青年朋友的寒暑假期的志强活动 但现在我们已经改成休闲活动 那我们也有旅行社 我们本身也有优势公司 我们也有出版我们的刊物等等 我们更有张老师 是我们的精致招牌 我想今年也刚好张老师满40年 所以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教育团有点 比较像一个社会企业 是 那我问一下总干事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这样说 就是教育团其实不是以盈利为目的 既然是一个社会 是以服务为目的 是我们是一个非盈利组织 我们是非盈利组织 好 那协理要不要补充一下 就是教育团到底是一个 什么样的组织 现在 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组织 我觉得现在教育团 就程度刚才这个总干事讲的 教育团现在经过几次的转型以后 那其实现在教育团就是 更加的深入到我们的这个青年 更加深入到我们的企业 更加深入到我们一些 NPO的一些社团 那我们期待做这样子的一个 整合跟结合 能够把社会资源做一个结合 能够发挥更大的力量 那其实既然它是一个NPO 它也是一个NGO 它是非人性组织 它也是非政府组织 但是它从事的都是公共事务的 方面的一些投入 能够希望能够为社会 为国家能够尽一份心力 所以可以说是一个服务性的社团 它是一个服务性公益性 跟教育性的社团 对 谢谢 那我现在回来问一下志伟 我们先考一考 我们这几位 先问一下志伟 你进教育团多少年 我进教育团六年了 六年 那我们问一下我们的这个协理呢 我进教育团十六年 十六年 一个六年一个十六年 那我们再问一下 二十五年 二十五年 所以三位都是进来很久 那我就可以考这个问题 请问一下这个教育团的十三个中心 从北 中 南 给我们介绍一下 来 我想教育团最北就是在北海岸的 金山青年活动中心 金山 那是占地最广的活动中心 再来就是我们目前规模最大的 在都会行里面就是建坛活动中心 那在位于我们台北市 在接下来就具有战斗气息 而且由户外场地最多的 我们的峡云探索基地 也就是我的复兴青年活动中心 你现在在等 对 我目前就是在复兴桃园的地方 再来就是中部地区 我们有两个活动中心 第一个是在西头青年活动中心 那也是最早有木屋建筑的活动中心 有石栋木屋 我想目前也都有在做更新 再来就是目前大陆最向往的 就是日月潭青年活动中心 大陆最向往 对 大陆青年陆科最向往的 就是日月潭活动中心 另外还有一个受到八八风灾 影响蛮大的 也是陆科最喜欢去的 就是阿里山青年活动中心 但是目前已经逐渐的修复当中 我下面请协理来 考协理了 再往下讲 那阿里山活动中心以后呢 那就是有这个真文活动中心 在真文水库旁边 真文活动中心很少听到 大不大 它很大 它的这个生态 真文水库附近的生态 保护得非常好 所以它那边很多学校的 校外教学或者是一些活动 都会在真文活动中心来办理 然后再往南的话 还有这个我们陈青湖青年活动中心 这是在高中县的鸟松巷 那它离高中市区不会很远 就是在真修大学附近而已 那它也是在晨青湖旁边 那也是风景非常的漂亮 那再往 我好像有去那边研习过 那边好像很多研习会 它那边还有个传席灾 对 我有印象 对 其实我们活动中心 跟一些这个风景名胜 还有蒋公刑馆 都会有一些互动跟连结 然后再往南的话 有个墾丁青年活动中心 那当然 那是非常有名很特别的 就是这个闽南市的建筑 那它刚好是台湾的这个九大姓 就九个唐号 一个唐号 一个三合院 一个四合院 其实对我们来讲 真的是非常有风味 或者说非常怀念一种 怀旧的一种感觉 没错 虽然是在墾丁 已经增加了很多的五星级的 六星级的大旅馆 但是依然 这个墾丁的活动中心 还是蛮吸引游客的 好 那我们外导 我们来其实 李经理讲一讲 最后的话是我们东部 我们东部还有一个 天翔青年活动中心 其实它就是以太鲁阁峡 一个非常著名的 还漏掉一个 还有漏掉一个吗 那再来就是李岛 梅山 李岛 梅山 李岛两个的话 就是我们的澎湖青年活动中心 以及我们金门活动中心 那它的特色是什么 特色呢 其实澎湖 就刚刚就我们鞋底有提到 澎湖青年活动中心 它就是位在观音亭旁边 其实就是整个 可以看到我们整个澎湖湾的一个景色 那金门呢 它最特殊的就是战地风光 它就是整个外型 就像一个碉堡 非常具有特色的 好 我们刚刚少讲一个什么 少讲一个梅山青年活动中心 你看 不愧是住在旧国团25年 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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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漏掉了很可惜 那梅山有什么特色 梅山它本身是泰雅族为主 所以它那边的整个的风味 都以泰雅族的风土民情 为最主要的一些摆设跟布置 我想那个是一个小而美的活动中心 它本身所雇用的 也都是我们泰雅族的 里面的一些原住民 所以它也有原住民的风味餐 非常非常的有名有特色 但是因为八八风灾影响 但是它现在目前已经开始营业了 也欢迎我们各位听众 各位观众 能够到梅山活动中心去体验 是 那我还要考试 考一下 就是说最高的 海拔最高的活动中心 问一下我们的协理 海拔最高的 是哪一个 应该是阿里山吧 阿里山 海拔两千 两万坪 就是海拔两千 那住宿的那个空间最大 就是说房间最多的是算哪一个 应该是建坛 建坛 建坛大概有九百多个床位 九百多床位 同时可以容纳九百个人在里面 对 九百人吃饭还有住宿 还有开会都没有问题 太好了 那中南部哪一个最大 建坛以外 中南部住宿最多的吗 对 住宿最多的 住宿最多的应该是日月坛 日月坛 有多少日月坛 来误误看 日月坛大概是三百五十个床位 左右 三百五十个床位 同时三百五十个人出宿 好 那我也想问一下 那个总盖师你是所有的地方都去过 所有地方都去过 都去过 对 那你最喜欢哪里 我最喜欢复兴今天活动中心 因为你现在那边是不是 是 其实我满喜欢天翔今天活动中心 天翔 对 我在那边待三年非常非常 尤其是天翔活动中心有一个叫做 关云山庄 它离 离那个 离那个太鲁 不是离那个荷湾山 也不过才十公里的地方 它是海拔两千四 这个去年的大年初山都还下雪 那个地方非常非常漂亮 我还满喜欢西头活动中心 不晓得我们鞋里去过没有 西头活动中心我去过 西头活动中心我去过 它就是在台大的实验里面 对 那它那边的气候跟它的空气 都非常的清新 在住在里面就可以做森林浴了 那种感觉就是那种整个环境 还有整个气氛 会让你觉得非常可以在那边做沉淀 或者是在那边做一些浸湿 我觉得是蛮好的一个地方 对 那么其实各位观众 我们这个旧博团这十三个活动中心 其实很大一个特色就是景很漂亮 我们刚刚一再讲 这个风景可以说是最昂贵的 老实讲 你房子可以建 风景很难建 所以日月潭也好 阿里山也好 西头也好 天翔也好 我们现在随便讲到 或者是墾丁也好 随便讲到真文水库也好 这些活动中心 几乎是每一个都是非常非常的 风景宜人 就算是住个小木屋 就算是非常简陋的生活 但是每天呼吸的空气 那真的是太美了 所以我们今天这个节目 要停在这里 可是我们希望 包括我自己在内 我们所有的观众朋友 都能够多多的去走出 自己的家里到户外 全台湾的救国团 有十三个地方都欢迎你去旅游 去那里参观 去那里住宿 如果有任何的不满投诉 勇敢的给他们投诉 一定包君满意 那么如果有提供意见 说不定还可以得到免费住宿酒 乱讲的好 也许有 那么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也谢谢三位来参加 我们再会 谢谢 谢谢主持人